题目回去做练习 今天的话我们延伸再取 比如说TQC的证照的考题里 如果我今天要再做后面的题目的话 一样简单做一些简单的复习 就是在新建里面的Java的专案 我们就建立一个专案给他 这个专案名称的话 比如说我叫TQC底线好了 我们用底线 尽量不要用Dash 然后Java好了 比如说我建立一个专案名称 叫TQC底线Java 这个执行环境的话 我是建议用1.6 相容性会比较好一些 然后直接按完成 这样的话就可以建立一个新的专案 所以专案名称的话 我们取这个名称 所以等一下请各位 第一个请你开启Eclipse这个环境 然后建立一个专案叫TQC底线Java 直接按完成就好了 完成完成之后 如果说我今天要继续做刚刚那一题的话 展开这个专案之后的话 在SRC底下按右键 新建一个什么呢 类别 特别之后 新建一个类别 先新建一个专案 再新建一个类别 那这个地方的话 新建一个类别 它会自动帮我产生一个套件 所以这边按一个右键 新建一个什么呢 新建一个类别 那类别名称的话呢 我取叫做JVD好了 类似像这样大小 JVD101好了 类似像这样的名称 那底下的话呢 跟上个礼拜一样 这边呢 底下的部分请这个打勾 那这个不要打勾 这个不要打勾 就是让它帮我产生一个什么呢 man的一个入口的一个方法 它是一个void 是一个方法 没有回传值的方法 按一个完成 完成之后呢 我们在这边就会看到 已经帮我新建一个什么 新建一个class 这个类别呢 名称叫JVD101 OK 那等一下我们再来看 假设我要让这个程式 帮我产生七个号码 六个号码加一个特别号 程式该怎么撰写 把画面呢 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 好 好